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更新过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声明 澄清公司从来没有与腾讯进行任何商业合作 已经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和报警 这场罗生门取迹引起哄动 网友质疑金大制作不是老干妈又是谁下的广告呢 到了今个月一号贵阳市公安局发通报 说拘捕了一男两女 揭发他们涉嫌偽造公司人像 和冒充老干妈的市场经营部经理 去和腾讯签订合作协议 扮骗图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推广活动中 腾讯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代码 再放上网倒卖谋利 三个疑犯已经被刑事拘留 不过就未能令外界涉宜 包括那群骗徒骗了多少钱 腾讯作为龙头公司为何会上当 当他控告老干妈时 为何没有和对方核实事件 就直接入稳法院 另一方面 南山区法院亦被质疑 在查封老干妈财产前 又没有尽到义务去核实真偽 深圳南山区是腾讯总部的所在地 以往腾讯向该区法院提出的诉讼多次胜诉 令腾讯有南山必胜客之称 事件发展至今 腾讯唯有在微博上 用一言难尽四个字回应 有字诈说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欢迎网友报料 准备了一千瓶老干妈做奖励 腾讯公关总监也在朋友圈说 食堂今晚就是得老干妈一个菜 还弄了一条片素心性 别人买一瓶假的 亏八块 我亏一件六百万 我就是个狠狠 做什么辣椒酱广告 业内人士说 游戏代码的价值只是几元过 估计腾讯至少会送几万个代码 所以这三个人获利由几百元至几十万都有可能